我的学员或观众啊 常常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背不完该怎么办 我背的法条 我现在该怎么准备 怎么样 往往停摇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我第一个念头都是先阻止他们 请你先不要背 不要背的原因啊 主要呢 是因为你现在离考试还挺远的 你现在背 到时候你也记不起来 但是同学会说啦 但补习班老师说 这边要背那边要背 该怎么办呢 我难道不背吗 那到时候要背的太多 累积太多怎么办 这是大家常常都会提的一个疑惑 我们要先了解背东西啊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费事 它非常的重要 但也很费你的心力 费你的脑力 费你的体力 因为你不只是要背 今天要背信的东西 你还要复习昨天背的东西 前天背的东西 对不对 背的东西这些时间要花很长时间 你还要写啊 抄啊 写啊 念啊 读啊 对吧 都是蛮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 更何况啊 你不理解这些内容 你要背啊 背起来非常非常的痛苦 正因为如此啊 我都会跟大家讲 你考前三个月再开始背就好 因为你现在背了一大堆 到时候也都是忘记 所以你应该要了解啊 你如果现在离考试 还有一段时间的同学 你先理解了 再背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所以你应该要更努力 先多了解一些内容 不要急着背东西 而且呢 你在陆续准备的过程啊 你要开始准备你的笔记 写下你的笔记 而且当你越来越理解内容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哪边是重点 哪边不是重点 哪边该背 哪边该记 你就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当你越读越熟 就越来越有心得 这时候你就应该啊 真的啊 动手去准备一份 考前的背诵笔记 在考前用力的背 每天不断的背 背你觉得你应该要背的东西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跟启发 为什么我会叫你 先不要背东西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 请你按赞 帮我订阅 谢谢你收看 我们下期见